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颜三 她大四 这辆明里是我大学毕业时爸爸送我的 她半年前开始谈恋爱后 就三天两头找我借车 我忙着毕业论文 反正也不怎么出去 车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她那 今天我刚好有事要出门 一下楼就看见车子被撞得不成样子 肖宇听我语气不对 急忙赶过来 带来的还有一个女孩子 姐 这是我女朋友齐珊珊 我本来想训她一顿 可看她女朋友在场 怎么也得给点面子 小宇 下次车子刮了 记得告诉我一声 车怎么了 看她还在装糊涂 我拽着她走到车前 你看看 车灯撞出这么大裂纹 保险杠也凹进去一大块 你这是撞墙了 就算撞了 回来时不会告诉我一声 肖宇看清车子的样子 有点吃惊 偷偷瞥了齐珊珊一眼 我瞬间明白了 车子不是她开的 齐珊珊冷淡地说 姐姐 开车出门难免刮蹭的 你要是真心腾修车这点小钱 就让我男朋友出好了 我缺的是钱吗 我缺的是 你们把我车开出去撞了 回来一句话都不说 合适吗 不过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冲着肖宇的面子 这口气我忍了 行吧 回头我找时间去修 肖宇见我放过她 讨好地搂着我肩膀 谢谢姐 下次我一定注意 我拍开她的手 我还有事 你们先走吧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齐珊珊阴阳怪气地来了剧 姐姐 肖宇和我很忙的 下次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 就别打电话叫我们来了 我也是服了 别人把车开出去撞了 还能这么理直气壮 是我弟和你谈恋爱 我可不欠你的 我办完事 把车开去4S店修了 花了8000多 心里带着气 我把修车发票拍照发给我弟 没一会儿肖宇就回了 姐 这钱我出吧 哭唧唧 这次就饶了我 下次再这样就从我生活费里扣 我笑着回她 谢姐龙恩磕头 肖宇一个月就3000块生活费 真让她出的话 几个月都得喝西北风 我家虽然是个颇有名气的家族企业 但一直秉持男孩穷养女孩富养的原则 我爸认为男孩子要多吃点苦 抗压能力强 长大后才有担当 至于女孩子 要吃好喝好 多见世面 这样才不会被随便哪个臭小子拐走 从小我和我弟的待遇就天差地别 上幼儿园时 我穿着漂亮的公主裙 有数不清的芭比娃娃 乐高积木 郭佳佳玩具 而我弟穿着二三十块一套的背心短裤 玩的是玻璃球 自制弹弓 还有一把捡来的就玩具枪 等到读大学 我一个月生活费一万五 他是一个学期一万五 我弟从小被磨练惯了 再加上几个堂弟也是这个标准 他从来没提过异议 倒是我一直心疼弟弟 平时经常给他发红包 那天之后 我该借车还正常借给他 但他还车时 我发现车里多了两个接吻的卡通娃娃 就摆在前挡风玻璃那里 肖宇一个大男生 不会买这种东西 应该是他女朋友放的吧 我觉得影响视线 就把娃娃装在袋子里 放在后座上 可下一次肖宇还车时 娃娃又摆在了前面 这种事连着发生几次 我觉得莫名其妙 和寝室舍友聊起这事 舍友说 他这是在跟你宣示主权呢 他觉得有权在车里 按照他的意愿摆放东西 我觉得不可能 哪有人会在别人的车里 宣示主权 但很快我就被打脸了 那天宵雨又把车借走 晚上我就收到齐姗姗发来的微信 姐姐 下次用完车能不能把驾驶位调回原来位置 这样别人用起来很不方便 真是离谱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 最近这段时间 我每次上车都要把司机座椅往后调 开始我还在想 萧宇的大长腿怎么会坐那么近 自从车撞了那次 我就明白是齐姗姗开的车 好在车子有座椅记忆 吊起来也不太麻烦 可没想到他会因为这事来指责我 我本想回对回去 但想到他是萧宇的初恋 看我弟那么在乎他的份上 我咬咬牙忍了 很快到了春节 我也放假了 这天我妈打电话说她要陪奶奶去逛街 问我有没有空 从小到大 奶奶最疼我了 想着有段时间没见她了 就和我妈约好中午 去接她和奶奶一起吃饭 我跟萧宇说要用车 她说车子停在金管楼门前 我看时间不早就过去取车 刚到金管楼前 就看见齐姗姗和两个女生正准备上车 我走过去 和颜悦色地说 我今天中午要用车 萧宇是不是忘了通知你 她刚才跟我说了 可我也要用车 齐姗姗扶着打开的车门 丝毫没有要让的意思 我无语了 借车的在车主面前这么大爷吗 奶奶年纪大了 不能让她久等 我也不再客气 我有急事 你们打车吧 凭什么让我打车 齐姗姗一听 当场就炸了 萧晴 你一个当姐的 没事就蹭弟弟的车 还蹭习惯了是不是 萧宇虽然是你弟弟 但他更是我男朋友 麻烦你注意点分寸 不要总是占我们的便宜好吗 大庭广众之下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好像真是我抢了她的东西一样 你搞清楚 车是我的 不可能 车一直是萧宇在开 当然是萧宇的 我绕到副驾驶那边 从储物箱里拿出行驶证 对到她眼前 看清楚 车主的名字写着谁 齐姗姗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车子竟然真是我的 她的两个同学见状 过来解围 姗姗 我们反正也没什么事 改天再出去吧 不行 我就要今天去 还就要开车去 习姗姗一屁股坐进驾驶位 这车子是几年前买的 肯定是因为萧宇当时还没满十八岁 没有驾照 所以才写在你名下的 谁家会先给女儿买车而不给儿子 我被她这番话气笑了 妹妹 你年纪小没见识 我不怪你 但现在车主写的是我名字 麻烦你先下来 她邪逆着我 我偏不下 这车就是消雨的 和她争执了半天 看时间快到了 我也有些不耐烦了 你到底下不下车 她依旧倔强 不下 我冷笑 给你连你不要 那就别怪我了 我伸手薅住她的衣领 硬是把她从车里拎了出来 齐姗姗比我矮半头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像只小鸡似的被我扔到一边 她坐在地上 好半天才缓过进来 冲我大喊大叫 萧晴 你敢欺负我 等我告诉消雨 有车了不起吗 我告诉你 我也要萧雨给我买一辆 萧雨是萧家唯一的儿子 将来她会继承全部家产 她的就是我的 你这个老女人 我将来要把你扫地出门 让你一分钱也得不到 喊吧 我一脚油门踩下 扬长而去 尾气喷了她一脸 被她这么一闹 我迟到了 上车后 妈妈埋怨我不该让奶奶久等 我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妈妈一脸惊讶 小雨有女朋友了 怎么没听她说过 这会儿我冷静下来 有点后悔刚才冲动了 妈 这是小雨的初恋 我看她挺在意的 我这么对她女朋友 会不会有点过分 奶奶哼了一声 八字还没一撇呢 这小姑娘就惦记上萧家的财产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这样的媳妇 我们家可不要 书方 你有空多留意一下 好的 妈 我妈应下了 又嘱咐我 你平时多注意萧宇的动向 毕竟你们姐弟俩感情好 又都助孝 她有什么事都会跟你说 好吧 反正我也打算找个机会和萧宇好好聊聊 当天晚上 我约了萧宇一起吃饭 我先到的 点了几个她爱吃的菜 心里想着怎么跟她说白天的事 萧宇晚了半小时才进来 脸色臭臭的 姐 你非得在大庭广众之下 让姗姗下不来台吗 她一坐下就开始兴师问罪 我被她气笑了 你不问问你女朋友都干了些什么 我知道她不懂事 不该在你要用车的时候去车里拿东西 耽误了你的时间 可就算这样 你也不该当着她同学的面羞辱她 萧宇一见面就各种指责 我也有点火了 我着急去接奶奶和妈 她抱着车不放 还有理了呗 我知道车子是你的 我们借车是求你 可为了这点事 你就当众骂她 说她攀高枝 还动手推她 这也太过分了吧 姗姗家条件是不太好 比不上你这种天之娇女 但她也是有自尊的 她哭了一下午 刚才还说自己配不上我 已经正式向我提出分手了 真是知难而退 那你分了吗 当然没有 姗姗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也会是最后一个 我深吸一口气 萧宇 你听我说 齐姗姗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单纯 姐 你是我从小最亲近的人 我不想从你嘴里听到姗姗的坏话 萧宇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怨念 姗姗虽然穷 但她也有爱的权利 姐 我没想到你也这么势力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起身离开 我看着桌上一栋没栋的饭菜 郁闷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 萧宇还从没这么跟我说过话 她第一次谈恋爱 被小绿茶拿捏得死死的 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人家 那还分辨得出是非对错 根本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这种时候 再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 还影响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 我决定冷处理 把这事先放一放 接下来的两周 我都没跟萧宇联系 没过多久 到了我的生日那天晚上 爸妈在家给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爱吃的菜 萧宇也赶回来了 再见面 她神情有些扭泥 献宝似的拿出一个小盒子 姐 祝你生日快乐 我打开一看 是一条湿滑落士奇的项链 她每月生活费就三千 往年给我的礼物都是口红 丝巾 小饰品之类的 多也就三五百 这次居然舍得大出血 你买了这个 下半个月还有饭钱吗 嘿嘿 我就是不吃不喝 也不能少了老姐的生日礼物啊 她一脸谄媚 姐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 说话太冲动 其实 我事后想了一下 你和珊珊出身不同 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 说到底 还是我没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 姐 你就原谅我吧 别往心里去 她都道歉了 我还能说什么 到底是自己的亲弟弟 看在礼物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说完我给她微信赚了五千块 去吃点好的 看你瘦的 虽然没联系 但从共同的朋友口中听说 她最近在外面兼职送外卖 看来谈恋爱之后是真缺钱了 姐 还是你对我最好 萧宇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妈刚好走过来 晴晴 你别灌着你弟 这小子 要是缺钱还可以多回家两趟 你问问她 我都多久没见过她了 妈 你要是像我姐这么疼我 我天天回来看你 说完 萧宇做了个要钱的首饰 被我妈赏了个暴力 萧宇吃完饭 急匆匆地走了 显然是要回去 陪她的小女友 我也有段时间 没回家了 当晚就住在家里 陪爸妈聊聊天 等回到卧室看手机时 才发现有一大堆未读信息 都是齐姗姗发来的 萧宇送我一条施华落士奇项链 你凭什么也要 别人家都是姐姐照顾弟弟 你倒好 跟弟弟的女朋友争宠 就算是二十五岁还没有男朋友 内分泌失调 也不该变态到和自己的亲弟弟拉扯不清吧 我一下子气地火冒三丈 萧宇是我亲弟 就算她到八十岁也得给我送礼物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 齐姗姗 萧宇是我男朋友 她的就是我的 我当然有权管 以后想要什么自己买 别来骚扰我男朋友 也少花家里的钱 将来萧家的家产都是我和萧宇的 我冷笑道 妹妹 听我一句劝 萧家的家产跟你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只要有我在 你这辈子都别想进萧家的大门 两个女人的战争正式打响 说真的 我还真是小瞧了奇珊珊 我说不让她进萧家的门 结果大年初一的上午 她就哭唧唧地站在了我家老宅的大门口 每年正月初一 我爸和两个叔叔都会带着全家来给奶奶拜年 一大早 三家人就聚在老宅别墅里 我妈和两个婶婶在厨房准备午餐 爸和二叔 三叔在客厅陪奶奶喝茶 我坐在奶奶身边 和旁边的堂弟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中途 萧宇接了个电话 小声聊了几句 脸色明显变得为难起来 我妈正好进来看到 萧宇 有事吗 今天过年 哪儿都不许去 萧宇吞吞吐吐地说 妈 我女朋友想来给奶奶拜年 不必了 我妈一口回绝 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就不要带来打扰奶奶了 可是 萧萧她已经在别墅外面了 我妈当时就沉下脸来 小雨 你懂不懂规矩 今天是大年初一家族聚会的日子 你带人回来 不应该先跟家里说一声吗 萧宇唯唯唯诺诺 不敢吭声 显然她事先也不知情 被齐珊珊搞得措手不及 既然人家女孩子已经来了 就让她进来吧 奶奶淡淡地说 上门即是客 我们萧家不能在外人面前 失礼了 奶奶一边说着 一边轻拍了 一下我的手 萧宇乐滋滋地跑去外面 把齐珊珊接了进来 今天的齐珊珊 明显精心打扮了一番 白色镂空毛衣 配黑色半身短裙 露出细长的双腿 一副清纯小白花的样子 她一进门 就向长辈们挨个问好 表现得格外温顺有礼 等到了我这儿 她笑吟吟地说 姐姐 你今天穿的大红色毛衣真喜庆啊 她这是想说俗气吧 我笑了笑 没办法 大过年的 奶奶最讨厌别人穿黑白 这些不吉利的颜色了 齐珊珊的脸立刻僵住 小鸭 她要是有点眼力劲 早该看出我爸妈的脸色是黑的 给老人拜年 穿一身黑白 就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家的规矩是午饭前 有一个小小的仪式 小辈给长辈拜年 长辈现场派发红包 奶奶坐在中间 先是爸妈和叔什么行礼 轮到我们小辈 按照惯例 是我带着萧宇和几个堂弟 站成一排 今年多了一个人 萧宇就拉着齐珊珊站在她身边 行碗里 奶奶没有洞旁边的一摞红包 而是摘下无名纸上的祖母绿戒指 她笑着对几个儿媳妇说 这东西我没给你们 直接传给小辈 你们没意见吧 两个婶婶笑着说 妈 看您说的 这可是萧家的传家宝 价值过百万 给我们我们也不敢要啊 我妈上前一步 妈 这是您当年的陪嫁 您还是收好吧 我又不给你 你就别管了 两个婶婶也说 妈都发话了 你就别拦着了 大房是涨房 本来也该传给你们 奶奶笑着向我招手 过来 我刚抬脚 齐珊珊已经抢先一步冲过去 奶奶 我第一次来 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萧宇吓得脸都变色了 伸手去拉她 珊珊 你回来 齐珊珊甩开她的手 称道 奶奶的心意怎么可以拒绝呢 我妈气得脸都清了 周围的人看向她的目光 意味深长 奶奶神色淡定 笑着说 齐小姐可能误会了 这枚戒指是要传给我长孙女晴晴的 她伸手拿了一个红包递给齐珊珊 齐小姐第一次上门 我又受了你的礼 这个红包就当是萧家的一点小心意 晴晴 过来 奶奶给你戴上 谢谢奶奶 我走过去 正要伸手 却被齐珊珊撞到一边 奶奶 价值上百万的传家宝 就这么送人 有点草率了吧 室内一片寂静 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 奶奶笑了 我的东西传给我宝贝孙女 有什么不对吗 齐珊珊耿着脖子说 一般大户人家这种传家宝都是传给孙媳妇的 小宇才是您的长孙 奶奶呵呵笑道 你看我缺孙子吗 她指着我弟和七个堂弟 萧家三代就出了情情一个女孩 在我们家孙女最宝贝 她又问两个儿媳妇 老二 老三 你们家里都有儿子 对这是有意见吗 二婶笑道 妈 您的东西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别人哪有资格指手画脚 谁不知道 您最疼情情 不给他 还能给谁呀 三婶也附和 哎呦 我倒也想要 可谁让我肚子不争气 生的都是臭小子 只能羡慕了 奶奶点点头 嗯 算你们都明事理 你们几个孙子将来找媳妇 也都好好挑挑 别找不懂事的 别整天爱我的眼 齐姗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又不敢吱声 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 为了这枚祖母绿戒指 齐姗姗气得不行 跟萧宇又哭又闹了好久 可惜萧宇说了也不算 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最新款手机才算完事 为了买这个手机 萧宇也不知道送了多少次外卖 我妈以前心疼儿子 有时会背着我爸偷偷给她塞点钱 可自从见了祁山山后 我妈直接断了这份额外的补贴 寒假过完 临近毕业 我和萧宇都进入家族企业 萧宇在基层实习 而我则负责一个独立的部门 齐姗姗知道后 嚷着不公平 为什么你姐就可以当管理层 我北大毕业 从上本科开始 每个假期都在公司不同部门实习 萧宇只是本科生 最近一年为了多赚点钱一直在外面送外卖 资历不同 职位自然也不一样 齐姗姗今年也毕业 我爸妈都不喜欢她 萧宇就求人把她送进了另一家公司实习 她找的这个人叫陆行舟 比我大两岁 刚从国外回来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 我们两家是世交 从小一起长大 对彼此都很熟悉 陆行舟回国后一直找各种机会约我 她高大英俊 学识渊博 称得上是青年才俊 两家的长辈也极力撮合 我们两个顺理成章地开始交往 我去陆行舟公司找她的时候 曾几次遇到过齐姗姗 现在她是陆行舟的秘书 面对陆行舟时 齐姗姗总是热情殷勤 但一转头对着我就冷淡爱搭不理 眼里还透着敌意 我懒得理她 无非就是几个月的实习 毕业了也就走人 我就当是给萧宇个面子吧 萧宇最近也不好过 她在公司实习 没有工资收入 只有爸妈给她的每月三千块生活费 齐姗姗实习之后 眼界大开 今天要买化妆品 明天要添个包包 全都伸手找萧宇要钱 以前萧宇还能出去送外卖赚点钱 现在人在公司 不时还得加班 没时间再去做兼职 她日子过得紧巴巴 有时跟老妈要钱 还被老妈一句话顶回来 你自己赚的钱 可以随便给别人花 但要我拿钱 替你养女朋友 至少你得找个 我看得上的 齐姗姗见自己没钱 常和萧宇吵架 说别人的男朋友都有实力给女朋友买着买那的 萧宇白天工作忙 晚上还要应付她 搞得焦头烂额 这天晚上萧宇回来时 偷偷把我拉到一边 姐 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拿出手机 你要多少 可能要五六十万吧 我一愣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萧宇一脸疲惫地说 姗姗的弟弟在老家交了个女朋友 想订婚 对方说要在镇上买套房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家里拿不出钱 想让我从家里借点 齐姗姗是这么说的 萧宇低着头 她说 我们将来结婚 两家就是一家人 她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 我们家有钱 就该伸手帮一把 我真是无语了 你要不要我去跟陆行舟说说 我弟没钱娶媳妇 让他把这五六十万出了 萧宇瞪大了眼睛 那怎么行 我们家又不是卖女儿 怎么能让行舟割出这个钱 你也知道不应该 我气得敲了一下她的脑袋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拿女儿换钱给儿子娶媳妇的 其家娶媳妇那是其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我的声音有点大 我爸从卧室里出来 你们姐弟俩吵什么呢 这么大声 我把萧宇刚才说的复述了一遍 我爸当时就乐了 圈子里最近流行一句话 不怕儿子吃喝嫖赌 就怕败家儿子去创业 你这比他们还厉害 女朋友一句话就能把你爷爷那辈奋斗到现在的家产 分走一半 要是按他这么说 每家生个闺女就可以直接均贫富了 儿子 你的老婆 你怎么宠都行 可别来败坏我们萧家的家产 你给你女朋友带个话 赌王那么大的家业都可以传给女儿 我也不介意把萧家的家产都给你姐 让她别动歪脑筋了 我弟没拿到钱 齐珊珊跟她狠狠吵了一架 甚至提出分手 但就算逼死萧宇 她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拿不出几十万 齐珊珊闹了一通 最后还是舍不得分手 为了哄她开心 萧宇不得不刷信用卡 给她买礼物 信用卡到期要还 萧宇只得晚上下班后再去送外卖 半个月下来 整个人瘦了十多斤 还因为耽误加班 被部门经理找去谈话 我妈看着心疼 想劝劝我弟 我爸说不用劝 你儿子现在恋爱脑上头 谁说都听不进去 迟早有一天 齐珊珊看她没利用价值 就会把她甩了 我觉得我爸说得很对 齐珊珊只要找到更好的下家 就会放弃萧宇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齐珊珊找了下家 可让我意外的是 新的下家竟然是我的男朋友陆行舟 这段时间 我和陆行舟的感情进展迅速 两边家长已经在研究婚妻了 陆行舟在外面一副沉稳的霸总形象 在我面前却粘得紧 几乎每天都要来我家报道 这天晚上 她突然跟我提起齐珊珊 请请 你能不能跟小雨商量一下 我给她女朋友出实习报告 让她别来了 怎么了 一提到齐珊珊 我立刻来了精神 哎 她不是实习秘书吗 本来工作很轻松 可她总是懒一些活 有时没事就跑到我办公室来 我瞬间明白了 她勾引你 陆行舟立刻紧张起来 秦秦 你别生气 我发誓我没做过任何让她误会的事 我当然相信陆行舟 在我和齐珊珊之间 她会选择我的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小雨管不了她 公司是你的 你自己不会把她撵走 小舅子安排的 我哪敢呢 两个耸货 明天我去跟她说 第二天 我就找到了齐珊珊 你的实习期也快结束了 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陆哥的意思 陆哥叫得还挺亲热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 干脆有话直说 你也知道陆行舟是我男朋友 我不希望有其他女人跟她纠缠不清 怎么 有危机感了 齐珊珊笑得肆意又得意 我比你年轻 也比你漂亮 除了出身 哪样都不比你差 跟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节比起来 我更知道男人想要什么 没有男人不偷心 只要给我时间 陆行舟一定会成为我的裙下之臣 齐珊珊 你别忘了你是萧宇的女朋友 你不是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吗 你把陆行舟让给我 我就跟萧宇分手 你想得美 齐珊珊不肯主动离开 从那天起还不时给我发一些暧昧的照片 深夜加班 昏暗灯光下 她和陆行舟映在玻璃门上的倒影合照 配闻 这是只属于我和你的夜晚 行业酒会上 她紧紧挽着陆行舟的手臂 脸贴在她胳膊上 看上去亲密得不得了 配闻 你是我最值得依赖的男人 我把这些截图给陆行舟看 她连连喊冤 情情 我跟她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晚公司有急事加班 我向你报备过的 我让所有秘书都提前下班了 根本不知道她也在公司 至于酒会那天 她走到我身边突然办了一下 然后就拽住我 我毫无防备就没躲开 不知道让谁给拍下来了 我又仔细看了看照片上的陆行舟 脸上写满恶然 好家伙 看来是精心设计过的 我都差点被她骗了情 我看出来了 这个齐珊珊就是个祸害 还是把她辞退吧 如果小雨生气 到时你要帮我说话呀 别呀 辞退了她就更该缠住我地不放了 宝贝 你总不能为了小雨就不管我了吧 嘿嘿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你再坚持一下 说完我在她委屈巴巴的脸上的亲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 齐珊珊在陆行舟的配合下 变得越来越嚣张 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发信息 有时甚至是在半夜发来的图片中 她和陆行舟的举止也越来越亲密 有她帮陆行舟穿西装外套的 有她和陆行舟共进烛光晚餐的 还有她俩之间含笑对视的 我把打印出来的照片甩到陆行舟面前 演技不错呀 吃醋了 陆行舟赶紧搂住我肩膀 宝贝 这可都是按你的剧本演的 齐珊珊这种女孩子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也不想再敷衍她了 秦晴 你把这些照片和留言都拿去给小雨看 让她看清楚这女人的真面目 劝她分手吧 我叹口气 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递恋爱脑上头 别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就算把这些照片给她看 只要齐珊珊解释几句 她就能相信这样做不仅没用 还打草惊蛇 那你有什么打算 有些话只有从她嘴里亲自说出来 小雨才会信 接下来的一周 齐珊珊再给我发信息 我都做出气愤不已的样子 指责她是小三 破坏我和陆行舟之间的感情 我越生气 齐珊珊越得意 哟 你不是萧家最宠爱的长公主吗 怎么连男人都抓不住 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约她见面 她姗姗来迟坐到我对面 我开门见山 齐珊珊 你不要再勾引我男朋友 她笑吟吟的 姐姐 我什么时候勾引鹿哥了 你发给我的那些照片就是证据 我一拍桌子 齐珊珊 你明明是我弟的男朋友 为什么要去撩露行舟 因为她说到这儿突然停下来 眼光扫向我放在桌上的手机 姐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是不是故意给我设圈套呢 她拿起我手机 我伸手去抢 却被她躲开 手机没上锁 她点了一下屏幕 打开显示正在录音 她一脸嘲讽 姐姐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 还想偷着录音 可惜这种招数太老套了 我沉着脸 从她手中抢过手机 当着她的面关了机 行了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好啊 齐珊珊也不装了 冲我挑衅地扬了扬眉 你想谈什么 你跟小雨交往这么久 应该知道她对你是真心的 你不该再去勾打别的男人 你不是一直反对我跟小雨在一起 如果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跟她分手 你应该开心才对 我当然希望你俩分手 但那个男人不能是陆行舟 我也没办法哦 他冲我贪贪手 谁让陆哥这么优秀 对我又这么温柔体贴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别把当小三说得这么轻心 我愤怒地指着她 齐珊珊 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小雨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她 哼 那只能怪她自己 齐珊珊一脸比一 萧宇空有个富二代名头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要钱拿不出来 要能力也不行 连送个外卖都送不过别人 小雨刚大学毕业 这个年龄的大学生都是这样 那怎么一样 别人家没钱也就算了 她明明是个富二代 还是家里长孙 却还浑得那么差 本来以为跟了她我就能改变阶层 当上过太太 没想到她竟然这么没用 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 在公司也只是个普通实习生 跟别的富二代比起来 屁都不是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 男孩都要吃点苦 从基层做起的吃 就别提你们家那奇葩的家风了 齐珊珊嗤之以鼻 别人家都是重男轻女 长孙在家里地位超然 是要继承所有家产的 你们家可好 竟然变态的重女青男 连上百万的传家宝 都给了你这个孙女 我看哪 你爸你乃他们就是一群老变态 精神根本就不正常 我气不过 既然你看不上我弟 看不上我家 干脆就跟我弟分手好了 我才不能 齐珊珊用气死人不偿命的语气说 有一个死心塌地 为我服务的备胎不好吗 我就让你看着你弟 是怎么跪在我脚下 话说到一半 他就卡住了 萧宇不知道 什么时候进来的 已经走到他面前 齐珊珊反应 倒是很快 他迅速调整表情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起身挽住萧宇的胳膊 姐姐约我聊天 你怎么来了 萧宇仿佛看见蛇蝎一样 甩开她的手 避之唯恐不及 齐珊珊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没想到 我在你眼中 就是这样的 齐珊珊愣在那里 我从桌子下面 取出另一个手机 冲她挥了挥 妹妹 你还是嫩了点 齐珊珊脸色变换不定 萧宇 你听我解释 不必了 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 既然你喜欢的不是我这个人 我们就分手吧 萧宇说得很决绝 齐珊珊看出无法挽回 索性坐下来 翘起二郎腿斜腻着她 分手就分手 你以为我会在乎吗 像你这种使罪大劲也只能送只口红买个包包的假富二代 我早就想甩了她 撩起长发 陆初戴的钻石耳钉 看到没 这是陆哥送我的 价值好几万 比你送我的那些破烂加在一起都贵 陆行舟有钱又有能力 比你强上一百倍 我告诉你们 我一定会把陆行舟追到手 送你们姐弟俩一人一顶绿帽子 你们就等着吧 陆行舟 你出手挺大方啊 我大声说 齐珊珊愣住 你在跟谁说话 话音未落 就见陆行舟从门口急匆匆走进来 晴晴 别生气哈 这不是为了早点完成任务吗 她哄完我 转头看着齐珊珊 齐小姐以前看在小雨面子上 让你来我公司实习 现在你已经跟小雨分手 明天起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齐珊珊哭着去拉她 陆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打断她 小雨和陆行舟 你到底喜欢哪一个 齐珊珊愣住 开始认真思考 我笑出声了 这还用想 行了 你不用浪费脑细胞了 他们两个哪个 也不是你高攀得起的 再见吧 妹妹 我两只首个挽一个帅哥走出咖啡馆 只留下身后气急败坏的叫骂声 外面晴空万里 满目都是阳光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加班到十点 忽然收到了公共的微信 是婆婆跪在地上擦地的一张图片 文字是你婆婆这么晚还在忙 很辛苦 我从相册里精挑戏选了一张老公 认真做饭的帅照 反手就发朋友圈 配文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老公 专门爱特了我 公公 来吧 在这说大家伙都能看见 让教育意义得到延伸传承 公公不是第一次给我发这种信息 去年过年的时候 婆婆在家蒸馒头 她就发给我 你婆婆天天蒸馒头 蒸得腰都很疼 实在太辛苦了 我当时刚嫁进来 没几天 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以为她是心疼媳妇 找错了倾诉对象 就给她转了一千块钱啊 你们买些馒头 别自己蒸了 累坏了 不值得她秒收转账 却只字不提前的事 只一味重复 过年需要的馒头多 这几天 你婆婆是凌晨三四点就起来活面累的 晚上都睡不着 隔壁家的小媳妇 人家腊月二十三 就回来帮忙了 忙前忙后的 很勤快呢 我心里有些不快 就没再回 五月十二日是我婆婆的生日 我公公提前一个周就给我发消息提醒 别忘了给你妈买礼物 我看见了一件羊绒大衣 挺好的 她把链接发了过来 我咋了择舌 将近一万块 我自己都舍不得买这么贵的 他们整天面朝黄土被朝天的 买了又有什么穿的机会呢 况且我知道我婆婆穿衣服从来不会顾忌 婚前我给她买了好几千的衣服 她照样穿着 上山没穿几次就穿坏了 还拎着 抱怨衣服质量不行 后来我再也没给她买过衣服 我厌恶地看着手机 不想回 又难以克制自己的礼貌惯性 只好回了一个简单的好 但是婆婆生日那天 我并没有买那件大衣 我换了一件相似样式平价的 只需要五百元 给他们寄了过去 这次又把婆婆深夜干活的照片发过来 我真的是火上心头 我把电话打给老公唐成海 把事情说了一遍 你能不能和你爸说说 有什么事让他找你老来找儿媳妇 算怎么回事 再说你妈辛苦 是我造成的吗 他深夜擦地 擦的是你家的地 又没擦到我们家 和我说个什么劲 唐成海好言 安抚我媳妇 你别急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我都和他说 多少回了 他怎么又来骚扰你 别生气 媳妇 老公一定给你解决的漂漂亮亮 唐成海的态度 让我的烦躁 平息了下去 我看着聊天旷忍了又忍 才没有拉黑 我决定给唐成海一个面子 也给我公公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他再给我发些乱七八糟的 我一定不客气 后来唐成海一脸得意和我邀功老婆 我把我爸好好教育了一通 最后硬是说得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放心吧 这是我给你解决好了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公果然再没有给我发消息 对于我的已读不回 也不像之前那样唧唧歪歪 不依不饶 我松了一口气 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没想到三天后 我公公给我甩过来几个链接 儿媳妇这样做家宅不宁 摊上不懂事的儿媳该怎么办 我拿着气势汹汹去找唐成海 只见他正一脸无奈地看着手机 我低头一看 我公公给他也发了一堆 老人老了 是不是就要下场凄凉 儿女生宴都说养儿防老 但是养儿到底能不能防老 孝顺是做人的最基本底线 如何把媳妇训得像狗一样听话 唐成海露出一丝苦笑 上次我已经把能说的都说了 道理讲得也很清楚 我以为我爸已经明白了 结果他又来这一出 算了 媳妇 咱别和他一样的 咱抄不过他的歪理邪论 那是人家最擅长的领域 一顶不孝顺的帽子扣下来就压死了 我看唐成海是指望不上了 索性也不勉强 我把他的手机页面照了一张图 又把这些链接发给我 他在旁看着不解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进入到他们的家族群 把公公发给我们链接的消息截图都甩在群里 专门艾特公公 您在这讲吧 大家伙都在 都能听听 省得您一条消息的发 多累啊 不好意思各位叔叔伯伯占用一下群资源 我先自我检讨 这事是这样的 我公公给我发了一个婆婆干活的消息 我忘了回我公公教育我们夫妻呢 我是觉得只要是教育就具有学习的意义 群里小辈的多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避免犯我们这样的错误 我想了想 气不过 把上次蒸馒头 我发给他一千块的截图 一并甩了出来 这是之前的案例 我的做法算不得母版 咱们探讨学习 群里安静到要窒息 没有人出来说话 我对象的电话火急火燎地响起来 是我公公 你媳妇在群里发那些是什么意思 他一个做小辈的 他凭什么觉得我做得不对 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长辈 教育他几句怎么了 我听到他的声音就烦躁得慌 当即抢过唐承海的手机挂断 再任他怎么想都不接 唐承海犹豫地看着我 这样不好吧 我爸年纪那么大了 再被气坏了怎么办 我狠狠看着他 你要心疼他 想听他谩骂 你就自己去外面听 你爱当这个兽气 捅你就去 别拉着我一起 说完我低下头 继续在群里敲字 爸 你别打电话呀 在这说呀 爸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爱说吗 我公公似是气急了 连发了几个五十九秒的语音 具体意思是我给点钱了不起 说我多么抠门 我婆婆过生日舍不得买真的羊绒大衣 就拿便宜获顶她 说她上网搜了那件衣服 不过一二百块钱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 她一定是搜出了许多铜款 然后认定了网上最便宜的价格 就是我买的价格 这样的人就算你花了一万 他能搜出一百的价格 他也会认定你只花了一百块钱 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人 他就下意识认为别人也是这样的人 爸 你别胡说了 那件衣服微微花了五百多 再说了 你们平时买衣服也就几十 连一百的都不舍得 就算一两百 你们也不能这个态度啊 唐承海到底没忍住 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 没想到我公共不但不领情 反而更炸了 五百怎么了 五百就很多吗 当初我给他发的链接可是一万多的 他舍不得买 就是小气 你不要为他说话了 你娶了媳妇忘了爹娘 你不孝顺 我公共劈头盖脸 把他骂了一通 言语中还扯出一件我不知道的就是 原来唐承海有个家里特别有钱的青梅竹马宋小妍 从小就很喜欢他 总跟在他身后叫哥哥的 他爸妈都是开厂子的 在农村来说算是百万富翁了 当时他们全家都看好了唐承海 宁愿倒贴 给房给车 也要跟他 可是那时候他已经和我交往了 所以就言辞拒绝了 此刻我公共心怀不满 就翻出旧事 当初让你娶小妍 你不肯 人家房子车子都给买好了 一分钱不用你爸妈掏 你倒好 你见不得你爸妈清闲 取这么个母业差回来 还要我借钱给你出首付 咱家的家底全被你掏空了 钱都给你上学花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让你住村里的平房你不愿意 偏要去城里买房 都是你娶的这个扫把心害的 你就该和他离婚 唐成海被气得胸口起起伏伏 又不愿意口出恶言 和自己的爸爸骂起来 他退出了家族群 留我公共一人在那发电 我本来是很气的 但是看到唐成海孤单地坐在床脚 偷偷擦拭眼泪 我的心情反而平复下来了 摊上这样的爸爸 他比我更不幸 我没了和公共斗嘴的心情 也紧跟着退出了群聊 这次不再犹豫 直接拉黑了公共 唐成海还陷在自己的情绪里 很低落 从小我爸总和我说 家里的钱都给我读书花光了 一直给我精神压力 他想叫我娶宋小妍 这样就不用给我买车买房了 可是我不喜欢他 我都结婚这么久了 我以为他已经接受了 可是他还是过不去这道坎 动不动就刁难你 动不动就拿话刺激我 我和他说过很多次 我们结婚 他们就出了二十万的房子 首付已经很少了 家里的装修就不止二十万 你赔价的五十万用了一部分装修 剩下的给我买了车 作为一个男人 我已经很抬不起头了 我爸还一再地不知足 总觉得我不该娶你 这些我本来都不想让你知道的 我怕你觉得寒心 觉得我不值得 他越说越难过 一米八的壮汉 哭得稀里哗啦 我心软地抱住他 好了好了 都不是你的错 你现在不是很能赚吗 你不也给我买了一辆车对吧 所有工资还交给我保管 你是个好男人 乖 不难受了呀 我们正温馨地说着话 我婆婆的电话打进来了 我刚才在群里把你爸好一个骂 他一天天老得没谱了 张着嘴就胡说 微微多好啊 我就喜欢微微 你们别上火呀 我把他骂了别理他 我干活的时候不帮忙 现在出来当好人找你要存在感 就嫌得他 我婆婆好声好气说了一大通 然后叫我们晚上回家吃饭 你们今天都回来 我让你爸给你们道歉 妈 算了吧 我有些犹豫的插口 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去见他们 本身就是这么尴尬的情况 再加上我和老公刚刚气氛症温馨 很适合一起吃个晚饭 看个电影什么的 实在不愿意面和心不合地同他们做样子 而且我婆婆这个人我实在看不透 虽然说他从来没有像我公公如此刻意刁难我 或者要我花钱买东西 但是我公公通常开口所要的衣服东西都是用在他身上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过什么态 既不曾阻止 也不曾拒绝 所以我对他顶多是不反感 却难以心生好感 但是架不住他热情地再三邀请 就连我老公都在旁戳了我一下做口行 说 妈开口叫了一场 咱们快去快回 我只好点头同意了 我婆婆果然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油闷大虾 糖醋排骨 还有各种精致的小菜快来做 都是微微爱吃的 我今天特意去市场买的肉和菜都很新鲜 坐下没一会 我婆婆就半点面子不留地开始数落起 我公公听了一会就不服气地辩解 那么我说的不对吗 如果当初取小言 咱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现在倒好 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我绝着定干也还不完 我婆婆若有肆无地看了我一眼 扭头对着我公公怒骂 越不让你胡说 你还越厉害了 那么你是卖儿子吗 再说了 用得着你在这婆婆妈妈 小家子气得找事吗 你有什么好发愁的 那么你欠了二十万 你儿子儿媳人家 还能不帮你还吗 人家说不帮你了吗 你就这个态度 我当即愣住了 筷子里的肉都掉了下去 我看向我老公 他也一脸迷茫 很显然 这个说法是第一次听到 我婆婆回过头 变出一脸笑意 热情满满地夹菜到我碗里 威威 你别介意 你爸就是这样 一点扛不住 是最近催债的人太多 一逼他的情绪就上来了 这才在群里胡说八道 我代替他向你道歉 你千万别生气 唐承海忍不住开口 妈 你什么意思啊 那在我悄悄凝了他胳膊一下 他才后知后觉地住了口 我婆婆健壮 立刻接道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俩都是好孩子 肯定是不忍心 让我们两个五六十岁的老人还债的 你们不会不帮忙的 爸 这人就是心急脾气坏 我说过他了 来来 吃饭 我和唐承海没了食欲 彼此望了一眼 眼里都是无奈 对于我公共那样明面上的无耻 我可以冷漠回对 回去 对于我婆婆这种满面春风按下软刀 我却难以从容应对 其实我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无非是以茶制茶 他演我也演 但是我的性格向来直爽纯粹 今日在群里那一出已经是破天荒 用尽了我全身的演技 此刻实在懒得和他兜圈子 所以我把冷脸直接挂在了明面上 你们家一共就出了二十万 什么意思 这个钱要我们还 那我妈还给了我五十万嫁妆呢 敢请你们家娶媳妇一分钱不带往外掏的 别忘了你们生的可是儿子 那能一样吗 你们家有钱多出点也是应该的 我和你爸爸又没有退休 又没有稳定工作 我们给你们结婚都是借的 你们帮着还 那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了 你把话说得也太难听了 我们只是要你们一起还钱 又不是说全部的钱都让你们自己还 我婆婆不服气地嘟囔 我站起身拎包就要走 我就知道厌无好厌好好的心情都被破坏了 你走也没用 你走这钱也得还 亲戚朋友都知道这钱是为你们买房借的 我婆婆在旁说着风凉话 不疾不徐 却让我火冒三丈 回家路上 唐承海一再安抚我 你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就这样 农村人穷算计 你放心吧 过不了几天 他们自己就会想开的 没想到 他们不但没有想开 反而变本加厉 他们把我们的婚房挂了出去 那套房子写的是我公公的名字 从一开始 我就心大 我以为反正我结婚也不是为离婚去的 那老人手里攒几个钱不容易 全部掏出来给孩子买房 可能想要个安全感 我就没计较这些 厂厂亮亮结了婚 当唐承海再次接到一个想买房的业主的电话 他彻底恼了 他把电话给我公公打了过去 你什么意思 我公公异常硬气 对 房子是我挂的 我买的房子 我卖出去怎么了 房本写的我的名字 我就有全脉唐承海气道 胸膛起伏 你是出了一个首付 可是装修家具 哪一样不是我们自己添置的 就连后期的贷款 也是我们自己在还的 那我不管 要不你们就把二十万的首付还给我 对 加上利息是二十五万 要不然 我就要把房子卖掉 你们看着办吧 那边怒气冲冲挂了电话 唐承海苦笑着看着我 我怎么摊上了这样的爸妈媳妇 这怎么办 我心下忽然警惕了几分 这该不是他联合父母设计的苦肉计吧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不爱自己的孩子 养孩子仿佛在投资 看不见回报 就巴不地把本金一起撤回来 唯恐吃亏 与其这样 我宁愿相信他们一门心思在设计 我用了一个首付骗了一段婚姻 现在想方设法再把首付拿回去 这样就等于一分钱梅花 就娶了一个媳妇 我心里发冷 看着唐承海的目光也凉了下去 你怎么说 他没看懂我的深意 落寞地垂下头 只能凑钱给他们了 总不能让他们把房子卖了吧 装修家具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 何况还了那么多的房贷 我辨不清他话里的真假 只是愈加冷静 可是我们没钱到今天这一步 我对于自己曾经看好的婚姻 已经隐隐后悔 我爸曾提醒过我 找对相簿 门当户对风险是很大的 人家举全家之力砸出来的人才不是那么好让你图的 那时候 我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可是现在 他明明对父母极其失望 还是放不下孝顺的观念捆绑 一味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言行都落于他们早已设计好的陷阱中 无意或是故意 我无法分辨 唐承海烦躁地握拳松开 要不然我去银行贷款 或者能不能和岳父岳母借点 他试探性地在我面前提起 我深深吸口气 二十万的首付我没有 我可以把家电搬走 装修砸了把毛坯房还给你父母 他愣了 可这样我们损失惨重 他用了我们 我心里微微暖了一下 放柔了生气 损失我认了 如果你同意 我们就租房子出去住 把这个房子还给你父母 当然贷款我们也不会再还了 之前还得请他们还给我 如果你不同意 我看着他慢慢笑了一下 有些七楚 我们离婚 他立刻摇头 我不离婚 你想怎么做我都尊重你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我们损失太严重了 光装修就三十万 我爸妈只要二十万 怎么想怎么不划算了 我看着他较真的样子 无心解释 只告诉他我宁愿损失这三十万 也不愿意给你爸妈这二十万 你只要选择是听我的还是和我离婚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三十万的损失是终结 可以彻底和你爸妈划清界限 但是给了你爸妈二十万 这房子还是你爸的名字 长期和他们打交道 损失的就绝对不止二十万 他愣住了 你的意思是以后就不管我爸妈了 你管我没意见 但是我不会管 其实李智告诉我 离婚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和唐承海的感情一向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不逼到最后一步 我总有些舍不得 于是我逃避似地把这个选择交给了他 不知道他和公公婆婆是如何沟通的 结果就是他们打来电话骂我 说我蛇蝎心肠 宁肯豁上自己损失 也故意害他们 他们之所以如此气愤 无非是因为并不愿意额外背上每个月将近三千的房贷 一栋不能用来住 却必须每月还带的毛坯房 对他们当然只剩下了负担 那一刻 我虽然损失惨重 却依然感觉到有一丝苦中作乐的爽 我爸妈听说这件事 当即表示也不用租房 我那有一套房子 你们去住就行 那套房子我爸妈原打算转过年装修一下 作为民宿租出去 如果我进去住 他们就要少一份收入 我有些犹豫 唐城海思考片刻 不如我们就租爸妈的房子给他们房租 这样他们既不会因为我们有所损失 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和房东磨合的问题 五年以后我们就能赚出首付 到时候重新买一个自己的就好了 几天后 我正在家里收拾包装搬家的东西 唐城海满脸喜色地来找我 我爸妈改变主意了 叫我们继续住着 老婆 咱们不用搬了 我愣了一下 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 但是唐城海很激动 我告诉他们 我们要搬到你爸妈的房子去住 暂时过渡一下 我爸妈一定是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 你看这不他们就改了主意 老婆看在他们也不算是无药可救的样子 我们大人大量 就原谅他们一次吧 别和他们计较了 那毕竟是我爸妈 他们虽然小气了一点 但是也不会真的让我们无家可归的 我笑了一笑 准备搬家的东西继续收拾 等过几天再说 唐城海不理解 过几天再说 为什么还要继续收拾啊 他眨着无辜的大眼 看起来有些可爱 我心里感慨 他爸妈两个心眼那么多的人 怎么能生出这么傻白甜的儿子 是演技太好 还是真的这么单纯呢 唐城海不知道 他已经一次次被我提上离婚的日程里 又因为不忍心而放下感性和理性 在友好平和地进行斗争 难分高下 果然莫过几天 我公婆以为我们同意了 留下就给唐城海漏了实底 当他一遍遍进去蹲厕所 在厕所抽得烟雾缭绕 手握着手机满脸丧气 怎么叫都不肯出来 我就知道时候到了 我看了一眼房间里整理得差不多的行李 进卫生间 敲门 唐城海出来 你今天蹲多少回厕所了 我便秘 他果然一脸大变菜色 我似笑非笑拿过他的手机 他欲言又止 到底没阻止 果然 我公公发来的消息是 房子你们照住 房租就按照你们原来打算 给你丈母娘的市场价就行 都是父母不偏不倚的 我们也不占你便宜 我似笑非笑 你爸妈这主意打得挺好的 我爸妈那边的房子 人家是全款装修好的家具一英都有 我们去住掏个房租费 也是咱俩私下打算 我妈说不定 根本就不肯要 就算是要也没什么 毕竟我结婚赔嫁 人家已经给了五十万 你爸妈这边呢 我们住着他们的房子 给他们 还着房贷 交着房租 什么时候 他们两个老人家 一高兴 说给我们赶出去 就可以赶出去 自己过来住 那时候他们钱 也赚够了 贷款 我们也帮忙还清了 真是双喜临门 唐城海谋色暗沉 语气低落 老婆 你别说了 现在你知道 我为什么让你继续收拾了吗 你爸妈的性格 我算是看到底了 是无力不起早 不占便宜 那在两位老人的眼里 那就是吃足了亏 他不发异语 拿出手机似要打电话 你打给谁 搬家公司东西 都搬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就走 我心情舒畅 反而哼起了歌 高高兴兴随着 搬家公司往下走 唐城海 接过我手里的纸盒 我来拿 你在这看着就行 他虽然心情很差 但还算一如既往地细心 懂得照顾人 我因为他父母 对转移到他身上的迁怒 不自觉地就淡了几分 所有的东西都搬完 我叫了几个朋友 把装修砸了个稀巴烂 然后把还原好的毛坯房照了几张图片 发给公公婆婆所在的小裙 完毕归照 下个月你们的房贷 记得自己交 要不然银行会查缝 哦 对了 我们之间已经还了三万 这笔钱 你们记得还我们 毕竟我们现在连房子都没有 实在穷得可怜 怕他们又在亲戚朋友面前乱说 我把聊天记录再次打包 全部丢在了亲戚群 管购他们一年的吃瓜 我和唐城海的手机都在不停地响 我关了机 不再理会后续 唐城海接了公公的电话 听着他吵闹不止的怒骂 也听不下去 学我关了机 我见他面色还是那么不高兴 就忍不住逗他 走吧 咱们去吃个好吃的 庆祝一下我们无家可归的新生活 经此一事 唐城海性格沉稳了许多 再也不像之前那么幼稚 有事没事故意逗我 和我胡闹半嘴 他更加温柔 家中的大小事都极其上心 会记得我爸妈的生日 提前帮我准备礼物 如果说唯一的不同 就是他更看重钱财 不是变得小气 他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方 我喜欢什么 无需说出来他就能知道 并提前买给我 他只是变得非常喜欢赚钱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他接了不少私活 每赚一笔就会交给我 他甚至做了一个小账本 记录我们什么时候能凑成首付 每每完成一个小目标 他总会很高兴 带我庆祝一番 可以说 从那套房子搬出来以后 我们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融洽 感情更加深厚 他应酬酒醉会抱着我落泪 老婆 我对不起你 我一定尽快给你一个家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心底是有亏欠的 我心软得一塌糊涂 温暖地回报他 好 我们一起努力 可能是上天会后代努力的人 小半年的时间 他就升职了 一跃成为公司采购部门的直接负责人 采购经理这个位置 因为全大有水多 又是总经理的亲信象征 向来让人眼红 从升职以后 唐承海就停了皆私活 只一心一意为公司卖命 祈祷早日加薪 我公婆那边几次想闹 但是都没闹出什么风浪 他们所擅长的舆论公事早已让我提早破了 所能做的也只有打电话来骂我 我直接拉黑了他们的电话和微信 让他们联系都联系不到他们 打给唐承海 唐承海由于心软总会接 但是每当他们想骂我或是想挑拨离间 他就会直接了当挂断电话 然后很长时间不和他们联络 久而久之 他们就不敢再乱说了 那套还给他们的房子 我本以为他们会因为还不上每个月的房贷而被冻结 没想到我公婆劳两口竟然自己重新装修了一下 买了家电直接搬进去住 后来还是我公婆的姐姐唐承海一个小姨实在看不过去 才透露 其实我公婆手里有钱 因为小姨是在银行部门工作 所以我婆婆经常咨询她投资理财方面的事 几乎每一年我婆婆都会拿出二十万 让她帮忙考察哪个理财项目更靠谱 我们结婚出的首付 他们确实是借的 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出一分钱 所以打着借贷的名义 好理所当然地让我们来还这笔钱 自己的钱则存在银行赚利息 小姨为什么会看不过去 告诉我们这些呢 原来是因为自从我和我公婆闹翻后 就基本不往来 我公婆在我面前闹不了妖蛾子 就去纠缠唐承海 发现闹骂不好用后 他们学聪明了 开始示弱 一打电话就哭着打亲情牌 待唐承海回一小时候 父母为他付出了多少 几个电话将唐承海说 心软了以后 就开始说他们现在怎么难 每个月三千多的房贷还不上 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 他们知道自己之前做得多么不对 现在很后悔想把房子还给我们之类的 总之是一系列的话术 硬是把唐承海说猛了 他和我商量能不能把他赚到的外快 每个月给他父母打两千过去 他们确实不好 可是我是做儿子的 生来就低 他们一投 我当然是不认可这个观念 但我回头一想 这是他拼死拼活自己赚的零用钱 每天熬干熬血的 他愿意给我 何必管那么多呢 反正没动到我的底线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一个善良的男人总比一个不善良的要好 这就当是他善良需要付出的代价 直到这件事被他小姨知道 他小姨这才善意地提醒了我们 唐承海当时就被气哭了 打电话和他爸妈对峙后 他爸妈不仅不愧疚 反而理直气壮地说 我生你 养你花了多少钱 现在每个月给你爸妈这几个钱你就心疼 真心娶了媳妇忘了娘 就不该养你这个白眼狼 那之后 唐承海再也不和他爸妈联系了 他拿着生殖加薪的钱 终于攒够了首付 买了一套房子 只写了我自己的名字 那天我们为了庆祝喝了很多酒 他醉熏熏地把我揽进怀里 老婆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太弱了 我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放心 我爸妈欺负我 我认了 谁让我倒霉 我是他们的孩子 我被他们养大 我欠他们的 但是谁也不能欺负你 谁也不能 你该有的老公都给你补上 必须补 那段时间他用心地补偿我 隔三差五地送朵花式的小浪漫不断 我们的感情犹如秘里调游 越发好了 我以为公公婆婆再也不能出幺蛾子了 毕竟唐承海已经因为自己心软吃足了亏 也不会再相信他们而一心一意和我过起了日子 没想到我实在是低估了公婆的威力 唐承海刚升职没多久 就被公司内曾经的竞争对手举报 他在采购项目中收受贿赂 调查组专门下来调查 开展多次谈话 他一直安慰我 没事的老婆 这属于诬告 要不了多久就能还我清白 但是调查了很久 到唐承海都开始觉得不对劲 对面咬死了唐承海 不仅收了贿赂 而且行贿人有名有姓 叫孙二虎 行贿金额是二万元 连转账记录都有 唐承海看了转账记录后 两眼发黑 因为收款银行账号正是我公共的 即使唐承海是按照正规流程招标的合作公司 但是他解释不清对方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给我公共打了两万块 受贿嫌疑依旧摆脱不掉 他唯一能争辩的是打款日期是招标完成后的三天后 如果真的是行贿 应该是在招标前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先达成口头协议 你做好招标流程 用了他们家公司 他们再给钱调查 一时陷入困境 公司表示如果他无法自证清白 那他就必须为此次行贿付出代价 他怒气冲冲 带着我就跑到公婆家质问他们 我公婆起初一口咬死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他心灰意冷地把打款记录拍在他们面前 他先是顿了一刻 然后恼羞成怒地破口大骂 人家是冲着我品行好来和我交往 才给了我两万块钱 你怎么就那么脸大 觉得人家给你行贿 以一个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民 对人家一点帮助没有 人家为什么给你两万 你没想过吗 我公公降着脖子硬 农民怎么了 农民就不能交朋友了吗 你瞧不起农民 你也是从农民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现在你能行了 当关了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就瞧不起你爸妈了 我还告诉你 人家和我交往和你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 人家当时说了就是喜欢我这富爽快的性格 诚心诚意和我交朋友的 不信咱们现在就打电话过去问问 看看他给这两万块钱到底是冲着你还是冲着我这个人 我公公怒不可遏 越说越理直气壮 唐承海心如死灰 嘴唇几次动了动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爸 这是闹大了 承海 现在因为您收了这钱 说不清楚了 这样吧 咱不管他是冲着谁来的 咱先把这钱还回去 我好生好气安抚 希望他能借着台阶走下来 没想到他反而得意了 我为什么要还 你们自己不孝顺 不帮我们还款 现在我自己凭能力交到的朋友 赚到的钱还要还回去 世界上有这样的天理吗 你们怎么那么自私啊 你们说不清楚 那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就应该和公司解释明白 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来找我们的试算什么 这样吧 你们要是说不清楚 我去找你们公司 我能说得清楚 我想他们会给我几分薄面的 唐承海被气得浑身发抖 却辩不过他的歪理邪说 我也明白 和他一味纠缠下去 毫无意义 而且他有一套完整的逻辑 语言体系 一不小心还会被他拉进去 然后用他擅长的虎脚蛮缠打败你 我吸了口气 看向一直沉默的婆婆妈 这是很严重 弄不好唐承海会坐牢 您怎么说 我指望向来伪善的婆婆会顾忌几分 劝劝公公 没想到婆婆猝不及防被我点名愣了一下 然后迟疑地说 那这样吧 以后我们不和那人往来了就是 凭什么不往来 这关他们什么事 你是糊涂了吗 公公气到跳脚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俩老人 一个是真蠢 一个是真坏 我望了望唐承海 他果然红了眼 深深吸了口气 嗓音哑下去 行 爸妈 我明白了 在你们心里 我没有那二万块钱重要 那你们就拿着吧 他拽着我 脚步急促地往外走 这怎么办 要不我们给他们两万 让他们退回去 没用的 收钱的那一刻 已经构成受贿现实了 他自嘲地勾了勾唇脚 其实我今天根本没必要来 只是我不死心 总觉得他们不会 也许当中 有什么误会 这样也好 我再也不会自欺欺人了 是我之前太蠢了 做公婆的 会去欺负儿媳 毫不顾忌儿子的脸 其实早就说明了 他们不爱的 不疼的是那个儿子 儿媳只是代为受过而已 是我软弱又愚蠢 舍不得这份骨肉亲情 现在两万块看清了 买断了 很值 他闭了闭眼 将所有的难过悲哀藏于眼底 老婆 如果我能挺过这一关 我会好好对你 如果不能 我们就离婚吧 是我对不起你 当晚我婆婆发来一条短信 你别生你爸的气 我已经说了 他也是觉得伤心 辛辛苦苦苦把你养大了 给你付了首付 结果你翻脸不认人 说发脾气就发脾气 我们养大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花钱的时候在我们家 赚钱了在自己小家 你想想你对得起我们吗 婆婆的劝戒苦口婆心 却带着一股绿茶味 但是唐承海 已经不会再上当 他冷笑着 给婆婆回信息 妈 你们对我有养育之恩 有教导之情 这些我都认 但是究竟要怎么回报您和爸 这不是您能定的 也不是我能定的 谁来决定都不宫廷 您直接法院起诉我 咱们按照法官判决的 赡养计划来 说完他拉黑了公婆 公司那边 由于老总确实很喜欢唐承海 下力保他 再加上招标手续 确实齐全公正 即使我公婆收了钱 唐承海解释不清 落了嫌疑 但到底不算最正确凿 因此最后的处理结果不好不坏 没有禁局子 只是要引就辞职 以示负责 这种事只要沾上嫌疑 就很麻烦 算是有了黑历史 同行业就不会再想要用它 因此 唐承海很是落寞了一阵子 我公婆听说 一度想要联系他 他都直接挂断电话 连听都不听 公婆便借亲戚传话说 他们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他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各种软化哀求 希望我们能再次回家一次 一家人面对面把事情解释清楚 唐承海对着帮他们传话的亲戚神情冷淡的拒绝 没必要 然后对那些亲戚也慢慢冷淡下来了 他现在看 那些人比我看得更清楚 他们跃跃欲试的背后只是人性的卑劣 那种吃瓜巴布的是大的姿态 异常丑陋 只有小姨从始至中没有为公婆说过一句话 她甚至连提都不肯提起 仿佛完全不知道我们闹得这么僵 逢年过节 我们经常去小姨家走动 彼此的来往更是少了客套 多了几份真情 唐承海投了几份简历 如石沉大海 没有着落 他慢慢有了创业的想法 想自己开一家箭头公司 只是苦于没有资金 我翻出房产证 和他提议 我们拿着这个房子和银行贷款 但是他把房产证按了下去 我会有别的办法 其实他哪有什么办法 他只是不愿意动这份资产 他始终想为我保留 能够全身而退的退路 尽管我更想和他一同进退 网上说 心疼男人悲惨一生 但是我嫁给他那一刻 就是一个冲动感性的决定 事实证明 目前为止我没有赌书 所以我还有底气再赌一次 也许是我骨子里就是有冒险精神 也许是我还是相信 我看的这个人没问题 但是唐承海到底不肯 他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竟然真的筹到了资金 慢慢地一步步把公司做起来了 五年后 他的诚心要准备上市了 他忙得不可开交 这五年 我公婆不再试图联系我们 因为他听说我们混得很惨 生怕我们回头找他们要钱 老古话说 风水轮流转 随着我们的困窘时期逐渐过去 唐承海的公司越做越大 日入千万 我们换了豪宅 配了豪车 甚至请了家政 我公婆那头 却开始走下坡路 原因是 他们虽然有不少钱 足够养老生活 但是因为担心坐吃山空 便学着人家理财投资赚得多 投得更多 赔了急于回本 就四处请教有经验的人 终于遇到了一个骗子 把他们全部的资产都赔了进去 那人还忽悠他们拿房子抵押继续投 好追回本金 我公公上头了 真的打算这么做 却被我婆婆拦住了 她听说我们的公司已经坐起来了 眼睛都亮了 硬是缠了小姨好几个月 求她帮忙带句话 想见我们一面 我们搬了家换了电话 她平时根本联系不上我们 所得到关于我们近况的直言片语 也不过是从喜欢学舌八卦的亲戚朋友口中得知的 具体情况他们也不知道 只知道我们似乎过得不错 唐成海本不愿意去 但是架不住小姨多番劝告 这些年我冷眼看着你爸妈 这次应该是真知道错了 他们也算是遭了报应 现在一分钱没有 就剩那套光感房子了 你给他留条退路 也许以后他们能乖乖的呢 要是逼急了 真的把房子也弄没了 你说你还能真让他流落街头饿死吗 那不是还是给你们添麻烦 你自己不也说了吗 他们再不好歹养了你的小 你这一身的能力也是他们前妻有所投资 对他们确实是有所图 但是也不能一杆子全打翻了呀 小姨句句恳切 唐成海最终无法拒绝 答应见一面 公婆见了唐成海就落泪 反省过去做得不好的一面 唐成海冷漠地坐在一边 毫无动容 爸妈 你有事就直接说吧 我公司还有事 待不了多久 她抓起了我的手 漫不经心地把玩 婆婆眼底闪过一抹恨意 却极快地收住了 我和你爸老了这些年就总想当初的事 我们确实做得不对 不该那么计较和你算计那套房子 你们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留给你们 留给谁呀 这些听着就很虚的话 我实在感觉厌烦 只是忍了忍 没说话 思绪开始自救 不断走神 对于他们絮絮叨叨地怀旧 就左听一句又丢一句地不往心里去 但是听着听着忽然不对了 我婆婆这话里的意思 好像是希望我们把她的房子买回去 那么老又旧的一套房子 我们买回去有什么用呢 也不是学区房 我们也不可能搬过去住 我正狐疑 却见唐承海似笑非笑打断了她 我把房子买了 你们住哪 她愣了一下 满脸窘迫 孽如开口 我和你爸当然是在有生之年继续住着 你们又用不上 我忍不住笑了 妈 你这不就是要钱吗 钱给你们 房子照就给你们住 怎么说得这么委婉 你直接要不就行了吗 是不好意思吗 我婆婆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公公一脸怒火 想往前冲 却被我婆婆拉住了 我们搬出来也行 可以租出去 给你们多添个收入 那你们住哪 唐承海一脸轻笑 刨根问底的刻薄样 我真是太喜欢了 恨不得立刻抱住她亲两口 她默契地捏了捏我的手心 对眼便是相视一笑 我婆婆也有几分恼了 我可以和你们住一起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 也该要孩子了 我们去给你们当免费保姆 难道你们还吃亏不成 免费的当然不行 你们得给钱的 我那个愚蠢的公公 马上露出焦急的神色 急切地插话道 我心想得可真美啊 住在一起 一切花销毫无疑问是我们掏 他们还能省了生活费用 卖房一笔钱 生活花销省了 还能赚一笔家政费用 一旦三鸟绝了 我满眼钦佩地看着唐承海 原来你无伤不坚的经商天赋是遗传啊 多年伤害臣服 他异常沉稳 不紧不恼 反而面露笑意 夫人过奖 但是对着我公婆 她却失了耐性 她攥着我的手站起身 爸妈 今天我会来 是小姨说 我得给你们一个交代 我想想也是 有些话是当面说比较好 毕竟你们年老旺行 大约是不记得五年前我们对于养老达成过共识的 既然你们忘记了 我也在提醒你们一遍 你们养了我的小 我应该养你们的老 合情合理 只是这怎么个养法 就需要你们先到法院起诉我 我们参考判决书来进行 说完她也不顾我公婆在后 如何怒火朝天的诅咒骂 遮住我的耳朵 带着我往外走 回去的路上 车在音乐轻柔地流淌 我有些担心她 频频看向她 她低笑出声 别担心 我没事和自己的爸妈决裂 你会不会很难过 她偏头看向我 神情很温柔 已经过去了 现在她们不值得我消耗任何感情 人情债 人情已无 剩下的只要按部就班地把债还清除就好了 我觉得她这一刻简直像是在闪闪发光 让人挪不开视线的好看 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 那样的暖色勾出我们唇角相似的光芒 我们相视 幸福尽在彼此眼中 手中